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我講真的 現在大家出去旅遊 越來越習慣了嘛 對 可是台灣人還是有一些旅遊習慣 我真的覺得不敢公開 真的 我跟你講 有的人就是很習慣 還出現在我們身邊 我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我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他就 我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就是出國的時候 他去 不要緊張啦 不要緊張啦 被你搞亂了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不喜歡遊山玩水 他去大峽谷有沒有 大峽谷 我坐了那麼久的車 是不是一定要下去拍兩張 一定要啊 要 必須的 他不拍耶 他說他不舒服 然後全車都下去 就是他一個人留在車上 也對啦 因為總是要有人看車嘛 不合許的那種 他是領隊啊 看什麼車 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去泰國 泰國東西很辣嘛 他吃不習慣 他幹嘛咧 在飯店裡面 一直叫room service來吃 在泰國還吃room service 那幹嘛出國呢 好嘛 沒有意義嘛 不適合出國 那你覺得他適合去哪嗎 我覺得他就適合去微風廣場 美食街 這麼好打發 什麼都有 才需要你帶下去 可以吃了吧 對不對 所以說有的生活 旅遊的習慣很怪 你說這個我們要怎麼樣融入 旅遊真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習性 然後相處之後就知道 這個人可不可以嫁 可不可以娶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 走遍世界各地 當然中間那一位 他很喜歡一個人出去旅遊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 當然 行遍世界各國 他的片是馬扁片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大家好 台灣人愛出國旅遊 勝過國內旅遊 但出了國 煙心舉止要特別注意 而台灣人常犯哪些快習慣 會讓老外很反感 今天就請新男們 來幫我們檢視一下吧 哪一國人的這個旅遊特殊習慣 讓你眼界大開的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日本人很好認 因為自己就是 因為一定都會看到他們在 知道日本人去旅遊啊 就一定就是掛一個相機在 對 然後拿一個地圖 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是觀光客 真的 然後每次都是這樣子 像我通常就是會跟朋友 我們會一起打毒 說什麼 要不要猜猜看 是不是日本人 是掛一個相機那樣子 然後就是過去 然後因為說偷偷聽他們在講什麼 聽到他們講日文 然後就已經都知道啊 我們呢就是每個時刻 就是好好的回憶拍下來 因為如果這用手氣的話 就是髮指不好嘛 對不對 一樣啊而且你看就是 可是有時候拍得太清楚 回去一看反而傷心 不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好事啊 為什麼每一個日本男生 早上好像要去夏威夷 對 對 真的 真的 他們還不是戴草帽 他們是戴那種布的那種帽 對 什麼帽的 那個叫什麼帽的 探險家的那種帽 為什麼 對 賈師弟你今天離我們好遠 我們感覺好好 我之前跟一個非洲朋友去 泰國 那我們在泰國的時候 其實我很開心 就是每天都不穿衣服啊 說 你旁邊在泰國 你也不穿衣服 什麼樣啊 好啦 就到那邊發現 他帶的衣服 都是冬天的衣服 泰國耶 對 然後我全部想去海邊 然後說 我怕日 我怕會 黑 會下黑 然後我嚇到了 然後我說你為什麼來泰國 不好意思那個非洲人說他怕曬黑 非洲人 你問獨立 獨立是一樣 真的這個好像獨立一樣 你們不是 你們不是跟獨立去怨難嗎 對啊 他不會怕曬黑嗎 有啊 他有怕熱 有不想走路 怕曬黑 真的很矛盾 真的奇怪 真的 我們去沖繩也一樣啊 只有去海邊 只有我跟發比 去海邊 然後在那邊曬太陽 對 獨立在那邊 不想出來啊 太陽那麼大太熱啊 他就是他們皮膚真的比較黑 比較會吸熱 特別容易感覺到熱的感覺 不是 那他為什麼要去這種熱帶國家 我也不知道 而且到那邊他都是 像去化學的衣服 化學 他不會這種衣服 回來光沙還看不到沙 在泰國一定會看到澳洲人 對嗎 很多澳洲人 對 然後你看到他們 他們 就是像你說的 什麼衣服都不穿 但他們身上 都穿那個 螢光漆 螢光漆 那個 露燈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晚上會發光 對 對 因為有可能在泰國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滿月趴 很正常嘛 那我離開了 那時候在背包旅行 在寮國 還是一樣 還在擦那個螢光漆 我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澳洲人他們很喜歡喝酒 而且他們常常會喝醉 如果醉老在路邊 身上發光 就不會撞到他 真的假的 是嗎 我太老實了 還是他純粹就是洗不掉而已 真的 澳洲人超愛喝的 洗不掉 那是搶銀行的 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有些人斷片 就不記得家了 有沒有 就把他寫在他身上 會 安全 真的 請送我回去哪裡 對 但我覺得澳洲人 真的滿有個性的 因為像我有一個澳洲朋友 他就是非常非常挑食 早上只能吃 譬如說星巴克的麵包配咖啡 然後中午吃 中午吃中春麵包配咖啡 然後下午吃一支香麵包配咖啡 麵包配咖啡就對了 很可憐 他就是也 他不喜歡任何 放在湯裡面的食物 所以你看很多外國人 觀光客來台灣 很喜歡吃牛肉麵 對 他不要 台灣好多很好吃的 鴛鴦火鍋什麼的 麻辣鍋 他也不要 他就覺得我 我為什麼要吃 水煮過的東西 叫他回家 可是我說真的 我覺得我們現場這些外國朋友們 他們真的來台灣很久很棒 所以很容易融入當地的文化 對 可是我自己有一些外國朋友來到亞洲的話 超辛苦的 內臟不能吃 內臟不能吃 什麼動物的頭不能吃 然後呢 如果有帶著雞爪啊 鴨掌啊 也絕對不能吃 所以你知道 像我那時候想說 東南亞 寮國啦 柬埔寨啦 好多外國朋友去 你知道在他們路邊公路休息站 就是有很多像這樣子的 蟲蟲零食 我們也不敢吃啊 台灣的餐廳也有賣耶 有 台灣的 中南部的餐廳 也有 原住民 其實有一些餐廳還可以吃得到 炸蟋蟀 炸蟋蟀就是尾巴還會裝那個 加那個薯條進去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這個 你們猜是什麼 那個什麼 那不是一個 那不是一個小女童 這不是小螃蟹嗎 馬丁猜對了 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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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蛙 對 他把他的頭切掉之後 然後把內臟掏出來塞肉進去 真的 這感覺不錯耶 他們也吃青蛙啊 青蛙腿 我們敢吃人 對 可是那種 神技不行啦 那太小了吧 發國人也不是很難吃 對 青蛙腿 對 對啦 田雞啦 田雞很好吃 好噁 那太小了吧 所以我就在想說 這個在東南亞有這麼多 歐美的朋友 年輕朋友去玩 他們怎麼會受得了 應該走在路上都嚇死了吧 對啊 你們會不會吃這一種嗎 到那裡去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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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吃過了 很好吃 所以是吃高跟鞋還是平底鞋 我 鞋子 我在台灣吃那個 他吃良鞋子 什麼味道都沒有 我在這裡吃過那個炸蟋蟀 還有那個 蜜蜂的那個 小朋友 有啊 蜜蜂的小朋友 蜜蜂的小朋友 有 他的孩子 有 什麼 白色的那個 他們吃得好像賣片一樣 韓國是路邊攤酒在賣 他們是一杯一杯的這樣 那個叫做 剛好你講到韓國 我覺得是韓國人比較恐怖 因為呢 比如說像我們 你們剛剛講就是 比如說 好馬丁也是不吃海鮮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他的事 他不會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麻煩到別人 但是韓國人真的很厲害一件事 他不敢去日本 不敢來台灣 不敢去美國 都會帶泡菜 對 他的習慣啊 他的習慣 問題是 問題是OK 你個人吃泡菜沒有問題 但是呢 他就是這個麻煩到別人 因為味道太臭了 比如說 我們就是那個早上 日本的五星期飯店 我們那次外景 然後我們就是工作人員 大家就很開心喔 然後說哇 就是很好吃的東西 還有法國菜啊 什麼都有喔 結果呢 一堆韓國人進來 他全部帶了泡菜 全部的泡菜味 自己帶進來 對 他們會自己帶小包的泡菜 他們自己帶 而且他們的泡菜 不是像那個台灣 買得到的一般的泡菜 就是有些那個普山的泡菜啊 就是他的海鮮味特別濃 對 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最臭的 就真的很臭 然後就是在旁邊一起吃 然後就是有一次 我就真的受不了 就很客氣的 不好意思 過去把他桌上的泡菜吃完 沒有 我就是很客氣的 就真的很客氣 不好意思 我就是說 味道不好 不好意思 就可以口氣一點點 有點想他在臭眼 不然這個一個 韓國沙拉姆 我們 我們 很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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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他們對泡菜真的很恐怖 你看那些韓星來台灣 也是都是吃韓國料理 都吃泡菜啊 他們真的很愛吃韓國料理 而且我覺得韓國他們 真的是自成一格 你知道他們有一些習慣 就是走到世界各地 絕對不會改變 像我之前就聽過一些韓國朋友 講說他們出去玩的時候 尤其像是在坐火車 或是一些長途的旅行 隨身一定要帶水煮蛋 我想說有很多零食 我們不是都是去便利商店賣很多 好好吃的嗎 他們不是就是水煮蛋一定要帶 我一直覺得那只是傳說 沒想到我在那個 巴黎的奧賽美術館外面 排隊買門票的時候 厲害了 真的就有韓國遊客 太太就撥了水煮蛋 就現場直接餵起先生 哥吃的不是水煮蛋 哥吃的是家鄉味 是 對啊 太太親手撥的 真的 然後後來我就問韓國朋友說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子吃水煮蛋 不能吃別的嗎 他說不 他說出去玩會花很多的力氣 所以一定要吃水煮蛋 要保持體力 但我這次有發現 韓國人有一個最可怕的事情 因為這次我去日本旅行嘛 因為我們那個 日本他們那個房間 那個什麼洗澡不都很小嗎 所以我挑了一個有那種 就是大家可以去那邊 女生去那邊洗完澡 去那邊泡澡這樣很舒服 OK 好啦 然後那天我就去泡澡 泡澡的時候大家都是 光溜溜的也就算了 大家就在那邊洗頭 就是非常的正常 這時候來了兩個韓國女生 他們兩個一進來 我真的是 他們沒有卸妝 他們沒有帶假接嗎 所以妳不是注意她生起的旗 她不會是注意到她的臉 誰去泡溫泉會化粗 對啊 泡溫泉這麼享受 這世界上除了韓國人 就是李沛珍 真的 他們那個韓國人 他們對他們的外在 真的是他們覺得說 然後我想說 那他們應該進來發現 大家好像都卸妝 他們應該就走了 他們沒有 他們一樣坐下來 洗頭洗澡然後進去裡面泡 我想說他們這樣 他們的妝不會花嗎 他們覺得很自在耶 我想說這也太奇怪了吧 因為我的朋友就是 在空氣線九州那邊 就是幾個朋友 就是開那個旅館的 然後呢 為了這個問題 搞到警察來了 你說戴妝 戴進去 這個也有 反正就是小問題 是累積的 我朋友抱著 比如說他不卸妝 因為他不卸妝 那個水 因為是大家一起泡 所以就是泡溫泉的時候 先洗乾淨 然後再泡溫泉 這是一個規定 連這個都不想聽 然後那個 比如說那個 泡菜的東西 比如說還有就是 就是講話有點吵 然後就是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他們的就是個性太強 沒有受檢步的人 有些人 結果後來就警察來了 有時候台灣人的旅遊習慣 可能在外國人 眼裡是非常奇怪的 是 那可能跟他們自己 國家裡面的習慣 是不一樣的 有 你們有沒有覺得台灣人哪裡奇怪嗎 有 有嗎 有 感覺好多話要說 有 真的 我們不想聽 有 你講的是行程安排方面的嘛 我跟你說啊 就是 因為有一次啊 我是跟朋友去他公司的員工旅遊啊 然後因為那時候啊 我們就是 坐巴斯嘛 然後我就發生台灣的一個習慣 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 要不然呢 要不然呢 那上車尿尿 下車睡覺好不好 因為 你坐個巴斯 然後就每一次都要一樣啊 只要你上車 馬上就睡著了 然後什麼 什麼風景都不看到什麼的 然後你就要下車 馬上就去尿尿 然後就是 欸 好了 尿完了 我們可以再上車 可以去下一個地方 就是連在那邊都不太會看的 然後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 這個整個過程 也是一個旅遊的一部分嘛 就是本來 不要保持體力 因為我們一下車 我們就要找招牌 比如說日月潭 我們就要趕快去排隊 跟日月潭拍照 拍完照以後 我們就要上車了 去尿尿 沒有去尿尿 然後又上車 上車就是要保持體力啊 那你就保持體力 你一整天 你這個旅程可能十個小時 然後你八個小時都在睡覺 都有去過啊 你要日月潭的尖沙嘴的 銅鑼灣的 我都有拍啊 對啊 可是這個是現在你知道嗎 你要不要自己用Key的就好了 因為我本來 像說本來坐車啦 可以打拍啊 喝一點酒之類的 然後我在那邊 然後講就 小聲一點 我這就不要睡覺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是現在的旅行團 才會這樣子 我覺得好奇怪 我超級不喜歡台灣人安排行程 特別是旅遊的時候 哎呦 因為我覺得 你們會把太多東西塞進去 然後就太滿了 對 太滿了 完全沒有時間 但現在時間不夠啊 對啊 先講走馬看 CP值高 對啊 走馬看啊 因為我們就是可以急那麼滿 因為我們在車上都有在睡覺 對 之前我跟我朋友 剛剛是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放假 然後我跟我朋友回去花蓮 然後我就是快要日出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們先聽下來看日出嘛 反正就很漂亮嘛 就是看到海 然後看到日出 我就聽下來 就享受 什麼都沒有想 就是 就是享受嘛 然後旁邊有一台 兩個台灣的女生 她們也是去旅行嘛 她們停在旁邊出門 一日出 她們就趕快拍 趕快拍 好 上船 好 走了 完全沒有看日出耶 他沒看日出怎麼拍 有拍而已啊 像我們外國人 我在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會先問 哪裡最好玩 哪裡最漂亮 可是台灣人是 哪裡最好吃 最好吃 對 真的 就是要去吃當地的特色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像 我去年第一次去重慎 那我一直在聽夢多說 重慎有哪裡多好看 可是還變得很漂亮 不要去巴黎道 不要去泰國 重慎太漂亮 我去那邊吃甜啊 那那時候 跟台灣朋友 我讓他們安排我們的旅行啊 不行 大錯誤 怎麼大錯誤 我們頭腰成這樣子 我們那裡吃午餐 吃午餐啊 我們那裡吃晚餐 結果到最後一天呢 重慎的海邊都沒看到啊 對 對 這很經典 不是啊 那你就找錯人 你怎麼不找誰來見呢 然後我們的照片 都是在餐廳裡面 很好啊 哪裡好啊 哪裡好啊 結果回來啊 我朋友跟我說 重慎好玩嗎 很漂亮嗎 滿好吃的 其實還滿好吃的 對不對 很好 就這樣啦 也是一個回憶啊 對啊 從早到晚上都一直都是在吃 跟喝酒而已 都沒有去玩啊 沖繩那些美景 你搜尋就看得到啦 對啊 可是你美食搜尋你嘗不到啊 而且你們自己不做功課 現在還怪別人 對啊 這真的就是不做功課 隨性過得頭 你們知道嗎 沒有 我們又做功課有一些就是 想要去這邊 就是不行 因為我們今天要吃這個 對 沒有跟他講 絕對沒有做功課 因為去沖繩你要去海邊 你們絕對得租車 沒有 你們要租車嗎 沒有 可是比方說我們要去一個海邊 海灘 但你們要怎麼去 你們要租車去啊 只要你到沖繩 你一定要租車 不管你要去哪裡 就是要租車 所以我們又租車 我上次去沖繩 就是專門去吃東西 所以我只去了三天 就只有坐那種電車 當然看不到海啊 我跟你說 我們租車啊 我們發現有個海灘很漂亮 可是要開車兩個小時 對 我們很想去 要很早去對不對 台灣不跟我說 可是哪邊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對 站不到餐廳 他讓我們換地方 對啊 開兩個小時 而且你去沖繩 你找夢多去幹嘛 你找喜賴健啊 他才是沖繩的人啊 不是啊 問題是真的 你們真的很不會找地方 你看其實沖繩是真的很小一個地方 如果就是你們真的那邊手跟 就是比較有SOP的人 就是去海邊 如果就是開車半個小時就到 所以重點還是說 不要跟台灣人去 可是喜賴健說沖繩 我們三個去好了 所以為什麼要不是跟利己去 對 你不是阿兄弟嗎 對 你不是我們兄弟 因為我跟 為什麼不跟我們來 因為我跟你們 我跟你們出去的時候 就是很多女生不會理我啊 就這樣啊 很多什麼不會理你 很多女生不會理我啊 不是應該習慣了嗎 台灣也不會啊 對啊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台灣人一個就是 不是壞習慣 就是比如說 你很喜歡去便利商店 怎麼了 怎麼 你到當地一定要逛便利商店 而且我們限定 當地限定的商品 而且我們一定都是飯店 check in完 直接殺便利商店 買水買什麼 check in的時候 就要問說 你們附近的便利商店 在哪裡 在哪裡 OK 超市個便利商店 真的很好逛 不是 對啊 wait wait Be quiet 你這樣就好了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可以了解 但是你們是永遠都被洗腦 我跟你講其實你看 你們去便利商店 其實他們的那個商品都差不多啊 然後你們買的都 沒有 那便利商店 很多那邊限定 比如說那個炒麵麵包 你有在看其他商品 你不是都在雜誌區嗎 還是會餓啊 你拿著炒麵麵包 然後再看雜誌區咩 不是 炒麵麵包 這就只有他們那裡有嘛 對啊 其實日本當地 有好多更好的東西 但是你們只會知道便利商店裡面的東西 而且呢 你們都是賣光光 有一次就是 欸很多次喔 我剛剛就是台灣朋友去那個日本嘛 一進去 那個摩扎區的那個限定的巧克力啊 什麼的 從旁邊到 就這邊 就全部都買回去 便利商店很棒耶 便利商店很好 他剛剛那個雜誌區 每一家就不一樣了 那個真的很棒 對不對 真的 而且我們再去滑雪 前面兩家便利商店 我們都輪流逛過了 真的 一定要逛 便利商店真的超好逛 而且我覺得 台灣人就是去日本 大家最常帶什麼東西 就是帶吃的零食嘛 小東西嘛 對 那我來給大家獻一下我這次 我帶這麼多東西回來 你要開店吧你 什麼東西 就是你 一百萬之後 那家電力商店鐵門拉下來了吧 就是你 沒有東西賣啦 沒有 因為日本東西很好吃嘛 然後我們去也促進你們觀光啊 這有什麼好不好的對不對 那麼多人 那插連酸走私耶 那麼多東西 什麼走私 對啊 好厲害 一定得買 真的得買 你要抱著感激的心夢多 我發現台灣人還有一個奇怪 就是說 很不愛冒險 是永遠就要去 安全的那邊 真的 哪有 比如說 真的 比如說 沒位了 那我們每次出國 都去鬼屋可以了吧 不安全了吧 不一樣 真的 所以難怪出國很常幫他生意外 都是老外啊 對 所以不管你們要去什麼地方 你去安全的國家 你也不是 就是一直要在那裡 穿飾或是去跟團來一起的 那像我之前 我就是跟老婆說 像去馬來西亞 然後她的台灣朋友就跟我說 不要去那邊 那個 倒音的事件很多 不要去那邊 然後我媽說 是說偷小孩嗎 對啊 倒音 對啊 然後說我媽要去泰國 然後說 那邊什麼 八百年前的一個什麼海嘯 那邊不要去 然後 然後 然後說 說那個什麼 連那個日本 連去日本都不行 就說 紅色很多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永遠就是要 去安全的地方 然後就不要去做一些 那你這麼愛冒險 你下次跳公共彈跳的時候 你把繩索剪掉啊 對啊 可是你這樣 有沒有那麼冒險 沒有 然後永遠就是要帶這城市 不想就是去 就是去那個 體驗當體文化 可是我跟你講 你不能怪台灣人 只想要去安全的地方 因為台灣真的很安全 你看外國朋友來台灣 都是台灣很安全 半夜可以走在路上嘛 對不對 可是我說 你講說台灣人不喜歡冒險 那你就錯了 沒錯 因為你沒有認識對朋友 像我跟我的朋友 他們出去玩 我們都是這樣子 我們只抓大綱 有幾個景點一定要去的 去完了以後 其他的都是用撞的 對啊 我這一次 去那個巴黎的時候 我們就 亂走亂走 然後就看到這家餐廳 好像看起來氣氛還不錯 裝潢很好 我們就跑進去 然後就問他說 可以定位嗎 然後他說 好啊可以 剛好明天有一桌是空的 我們就六個人就進去吃 第二天去 你知道嗎 第一個發現說 這家餐廳原來是巴黎 超級有名的餐廳 很難定到位之外 我們居然是 坐在出菜口的位置 看著主廚在那邊擺盤 好過癮 那主廚又帥 你知道嗎 整個就在看出菜秀 我們很冒險啊 看主廚出菜 這根本不是冒險 還會 我們都猜不到 他下一道會出什麼 就是看 你看 你看主廚就在我們後面 然後你從來不會看到主廚 在那邊工作的樣子 這根本是特別的 除非 其實很棒耶 真的很棒 我同意 對啊 這個就出台北的 丁呆鳳就可以看得到啊 屁 你不要講 丁呆鳳就這樣啊 小籃包 為什麼就是都要找 哪裡好吃的只有去 有名的餐廳 對 然後一定要有一個 會講中文的導遊 對 你就看小梁哥 去加拿大那麼久 沒半個黨地朋友 一直在看香港片 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你是不是因為怕危險 你不剛剛冒險 你是不是因為怕危險 所以這麼多年來 你只有去香港跟我們 很危險 因為你去加拿大 外面都是阿龍們 多可怕 超級可怕 之前我們有六個加拿大人 從六個不同的地方 從北京 泰國 香港 那個這裡台北 還有澳洲 然後我們都各自去泰國 我們都不用安排 就是有人叫我們 這麼去那個 泰國的小島 我們都坐飛機 坐巴士 坐船 然後到那個小島 還可以自己去找這個地方 真的滿好玩 然後自己組個摩托車 然後自己可以去那邊 什麼路 路山 你懂啦 你懂啦 這種多好玩 加拿大人一起去玩 就是這麼好玩 有準備一個VCR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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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那邊 這邊嗎 我剛才到這裡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會在同時看到 生活活動 玩樂 可以全都可以在你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要享受時間 這都可以在你 拿時間 這是全部 這就是 輪星船都是盯不到這種 不好意思 好棒啊 不好意思 你也是一直在看手機啊 你沒有在看風景啊 沒有 因為剛到了 那時候我們就剛到了 就超開心的 好快喔 你很討厭 而且我們根本沒有時間 太乾淨 就在台灣天氣 鬼吼鬼叫 我有一個美國的朋友 比阿龍更猛 他是 他是每一年 他認真上班一年 然後到暑假的時候 他就會放 差不多兩個禮拜的假 他自己一個人出國 女生 好 對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他就想說 我要去這個地方 大概有什麼 我到那邊 我先找一個民宿 到那邊 再說 然後他到那邊的時候 他也會 等他到那邊 在那個民宿 認識 也是 一起旅行的朋友 他才開始 跟他們交朋友 然後再跟他們旅行 然後 他就是很 哇 愛冒險 比如說 上面這兩張 他就去那個 Peru 那個Machu Picchu 對 自己自己一個人 還去爬山 他就剛好也有 認識民宿裡面的人 然後就一起爬山 然後這個 他坐還去 紐西蘭的冰川 哇 好棒喔 對 坐那個 那個Helicopter 上去 爬 對 超厲害 我真的覺得 以前我單身的時候 真的會 對啊 沒事做的時候 真的就訂到機票 就走了 有嗎 說走就走團 所以很多觀光客的意外 就是這樣來的 沒有規劃 沒有規劃 我們會付錢顧後比較多 應該說台灣人是不是 對 台灣人是最大的問題 是沒有時間觀念 時間觀念 拜託 真的很OK 而且呢 如果是說 因為我是外 去國外嘛對不對 那如果呢 好去玩 就還好 就是稍微延遲一點 還好 但是呢 我今天不是一直在飛那個日本外景嗎 然後 每次喔 製作人說 明天七點 工作 這個是工作 七點 好 我是六點五十五分到 這是我是直直人 我每次 一個人等了半個小時 那你現在是在抱怨製作單位嗎 我覺得你們找我很棒 謝謝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問題是 我就是 我不是說那個發脾氣怎麼樣的 我說那 但是人戲五六天 因為我們相遲那個時候就是兩個禮拜 我們去配海盜外景 但是我每天就是第一個到 就是我是有點開玩笑的方式說 哎呀 大家很會遲到齁 他一句話 對啊 你太早來了 你自己說七點早上七點 我六點五十五到 然後你們大家幾何是 七點半 是我錯嗎 是嗎 是你的錯啊 你要有冒險的精神 幹嘛 沒事沒關係 怎麼那麼準 沒事跟屁關心 我站起來 跟你道歉 謝謝 我說真的 我承認 真的嗎 我必須承認 像譬如說 我們自己出去玩的時候 像我先生如果有一起同行的話 我們大概都會提早一個半鐘頭起床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約六點 七點集合五點半一定要起來 因為我先生要洗好澡 要噴香香 要選衣服 所以我們就是要那麼早 才不會影響到別人對不對 對 沒錯 可是我是一個十五分鐘就可以出門的人 好奇怪 我通常都是坐在旁邊等 你可以叫我女朋友嗎 你是女生嗎 我結婚了 我們其實出門都很快 對 十五分鐘都可以出門 可是今天我提早的一個半鐘頭 還是遲到呢 我之前在重申帶過一個福建跟潛水團 好 那就是我算是導遊 那早上我們是八點半要集合 好 我八點二十五分像夢中一樣 我就是提早到 好 然後我等差不多十到四五分鐘 已經有一些香港人啊 另外一些日本人啊 另外一些歐美來的人都到了嘛 然後還生一些台灣客人 生一些台灣客人 所以我開始打電話說 不好意思你們現在到哪裡了 等一下我們快到了 這是差不多十分鐘 好客氣 好有禮貌 那你們在哪裡 我們出門了 出門了 我明顯的完全聽不到任何車的聲音 知道嗎 所以他們甚至還沒有出門 結果我說那你知道嗎 這他們的損失 我們先走了嘛 不能讓其他的客人等 對 好 然後終結來了 後來他們開始客輸 欸 我們好像沒有玩到這個團耶 因為都不是我們的問題 那個導遊都不願意等我們 什麼樣的態度 台灣的態度 他們是不是跟我們解釋一下 全世界要等你嗎 什麼樣的態度 不行啊 他們是不是台灣西班牙混血的 都是發行的 你們知道有一個詞叫做 Fashionably Late 對啊 那不是Fashionably Late 你知道嗎 我不管 晚一點到就是一個大牌的感覺 沒有啦 我覺得我們遲到真的要道歉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位加拿大的朋友 你是不是沒有理由講這種話呢 你也沒有資格吧 沒有 今天好像是有個人遲到 所以我們才在這邊等得很久 是吧 是拿大的朋友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看看 怎麼回事 對啊 Fashionably Late 小話牌 好快喔 好啦 不過說真的 台灣人遲到的習慣真的不是 對 因為台灣真的遲到 這要改一下 因為我這次也發生很嚴重的事情 就先上網預約說 我想要租和服好了 好啦 我就先預約了 但是預約的時候我就看 他上面就有多了一行中文的字講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台灣旅客 就可能就是 預約了之後 就消失不見了 所以他們就是有點特別擔心 他要跟我再三確認說 那你可能要記得啦 如果是你沒來的話 我可能要罰你2000塊日幣這樣子 他們就很擔心這個事情 那因為我是個還蠻準時的人嘛 結果那天我大概 我是約11點 我差不多10點45分的時候 我就出現了 結果重點是我一出現了 他看那個名單 發現 這個是台灣人 他還嚇了一大跳 他真的是嚇了一大跳說 你怎麼那麼早來 我想說 妳就跟他說因為我是客家人 那是這樣的什麼關係 對啊 什麼關係 他們真的嚇到 因為好像真的台灣人關於再說 可能預約啊 有一陣子啊 有一陣子他們餐廳都不給台灣人訂啊 對 就消失什麼的狀況 旅行團喔 就訂了餐廳 然後就也沒打電話來講 然後就沒來了這樣 現在在歐美很多的那種大 比較有名的餐廳 他們都會這樣子 你訂位可以 但是麻煩你線上先刷卡 對 我們要先收50%的訂金 對啊 你不來錢不還你 50% 最高有到50%的 一般的話大概有到20% 這樣 20%基本 其實我也遇到這個 台灣人時間觀念的問題 也是出國旅遊的時候 我們去日本 然後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你遲到還是提早到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 但是 我遇到的問題是 這些台灣朋友是 你不照他們的時間 那你就不合群 他們覺得你就不合群 好 我就剩下最後一天 在日本的時候 我想說 我想要提早起來 然後自己去 就把握這個時間嘛 然後 我現在早上9點起床 然後我就叫他們說 你們要起床嗎 他們說再睡一下 我再等他們一下 說要起來嗎 他說還是不想 不想 我就多睡一點 我說好 那這樣 我先自己出去 然後 等你們起床的時候 我再跟你們集合 可以嗎 他說OK啊 你去啊 他們就繼續睡 睡到中午 才起來 我很討厭這個 你沒有發現說 你出去以後 他們立刻那一團人 就走另外一個景點 反方向 沒有啦 把他甩開 其實 等一下 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他們終於起床的時候說 我們要在哪裡集合 然後這個時間 我說好 我到那邊的時候 我看到臉很不爽 我就問他們說 你到底怎麼樣 他說 你怎麼可以一個人 這樣出去玩 為什麼不等我們 害我們就反而 也要等你回來 我覺得你很不合群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有過分 這個有過分 但是少數服從多數啊 不是嗎 對啊 這是你的問題 這一次我們去越南的時候 我們到了機場的時候 他們就是台灣人 看了他的日本的護照 然後說 現在你的護照 剩下六個月 一天 意思就是說 他不能出去啦 沒有 六個月一天就可以了 因為六個月之內就不行 超過 所以一天他是說 如果你明天飛就不行 但是今天可以 所以我們就說 好好好 然後他不知道 他說真的 還好啦 真的好險 後來我們到越南 他出不來 為什麼 剩下五個月一天 他看錯 他看錯 所以台灣人看錯了 但是呢 這個是其實好事 因為我能夠說很緊張 因為一開始我要 我要去那個越南的時候 我在那個 那個下午的那個 經紀人跟杜利嘛 反正就是因為他們 沒有那個 申請簽證 我說你們怎麼那麼白癡啊 哈哈哈哈 結果我不能進 但是有辦法 因為我已經到了 越南對不對 我到越南的話 就是付錢 可以判那個 成真就可以 但是 問題是 如果我在台灣被發現的話 我冷去都不能去 對啊 因為你護照就是 不到六個月 不行 後來 因為這樣子 所以害我們在機場 燈他了 燈了好幾個小時 沒有 可是我還是覺得不懂 為什麼要點那麼多菜 蛤 你去旅行的時候啊 像去餐廳 台灣什麼都要吃 而且吃不完 會浪費食物 可能想說都來了 各種菜色都點一下菜 可能在台灣 難得去套 可能台灣裡面有那種熱燥啊 那個習慣就是 賣很多小菜啊 喝菜 對啊 對 可是像我去跟台灣朋友去 曼谷 我們是四個人啊 他們就好多好多 然後吃不完啊 然後就是有一點 對那個老班 很就是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吃不完啊 可是台灣就是什麼都要點 什麼都要吃吃看 可是我們法國人會 啊 我們是四個人 好 四道菜 可能加了一個或是兩個 還可以吃多一點 可是我們不會點那麼多 哦 就是大學 沒有啦 因為你去國外的時候 你不知道 好 可能在台灣是小菜啊 對 像我們去澳洲的時候 一道菜是好大 好大 好大 那你要了解的是可能 你去當地 可能那個粉量不一樣啊 那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對那個老班也不好意思 不要浪費食物 難得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 就是 哇 就有份量這麼多 對 對啊 就只是因為難得 而且這些外國朋友很奇怪 管我們的行程 管我們的飲食 連我們的穿著打扮都要管 什麼啦 什麼啦 我跟你說我是過年 我去菲律賓的 阿尼豆 那白天去海邊 那一定又穿容易啊 對不對 好漂亮喔 對 你在哪裡 比歐你怎麼那麼小 對 你怎麼不大一點 就去運動啊 對 那我常說去旅行 我們五個人一定要 就是晚上要打扮 那比方說我去七點 那幾個晚上 六個晚上都要不同的衣服 那可能一個晚上我會 裝這樣啊 反正你去那種海邊 你會下黑一點點 然後擺的是白色的衣服 就是比較好看啊 對 那那邊發現很多台灣人 然後都是還是在穿 白天的 用的 泳衣 跟頭鞋 跟一些就是Tank Top 這個 這個有什麼問題 他還在 對啊 他還在 什麼問題 他就是主播風格啊 他就是主播風格啊 這就是這樣 他這一套是去年 他去海灘島的時候 他穿回來的 海灘島 要做什麼 海灘的衣服啊 而且是同一個泳衣 對 是一樣的 沒有 我就說 你去餐廳你 這是不好吧 怎麼不好 其實肯定更誇張的是 你去海邊 會看到很多人穿牛仔褲 去海邊的時候 對 就是最好的外國人 去距離心 除了是北包科 因為你只有一個北包科 所以 不能帶很多東西對不對 可是一定要穿好看 真的耶 像說什麼去普吉島啊 巴黎島這一種 晚上去海邊吃飯 但外國人真的這邊還會插花 然後穿得很漂亮 台灣人真的就是懶得弄那些 對 我去澳門的時候 那澳門第一次去 我在想澳門的 大家都說是那種 亞洲的拉斯維加斯對不對 對 那晚上一定要西裝 意思就是穿這樣 哇 不是 你是去拍洗霧了吧你 你是去拍服裝洗霧是不是 對啊 等一下 這個是白天去光界 去看有什麼好玩 巴黎人的門口嘛 這不是廣告 然後晚上就是穿這樣啊 晚上可以穿白天的也沒關係啊 對我們法國人 這是正常啊 結果啊 他們覺得要有 有隨機跟平衡的 可是在 Vegas路上也會這樣穿 因為我沒去過不少 Vegas晚上他們 因為Vegas的餐廳很多 是要正式服裝的 因為他們有些去看秀 有些是幹嘛的 所以他們都會換 然後 像我在拜里啊 很多夜店 如果你不是這樣穿 沒辦法進去啊 最多來說的是 最好去澳門一定要這樣 結果啊 結果才穿這樣 對啊 對 對 沒有啊 還有多美穿這樣 不是我覺得 發表他這個想法是沒錯 但我覺得他有點太嚴格了 因為要是我今天講白一點 很多人說台灣人可能出去一整天 就是一整天到晚都會穿一樣的衣服 不管吃東西或幹嘛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很正常啊 除非你晚上有特地要去夜店或幹嘛的 否則其實你出去玩 你的行李都已經不夠裝 你還要帶幾百萬套衣服去那邊 我媽說 還要帶那麼多食物回去 對啊 還跟你每天都很飛雪 我在這邊走在路上 沒有 我也沒有穿衣服 沒有 我也沒有穿衣服 可是那個時候啊 我們去的地方有沒有需要 那個FORMAL DRESS的 如果有的話 我們還是會帶啊 真的有這樣子的事情 有的話我們會換 像我們那時候去歐洲玩啊 訂了很多的餐廳 那就是有名的話它就會回覆你 上面就會寫說今天有DRESS CODE 對 你要穿什麼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去倫敦市中心 有一家好有名的餐廳 我大概半年前就開始密切關注它的網站 一直到它我們出發前的兩個月 我終於訂到了 那一間餐廳叫JACK & Waffle 然後它是在那個市中心有一棟 40層樓高的頂樓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天去的時候就是六個人嘛 朋友全部都到齊之後 結果我們有一個朋友當場被攔下來 你知道現在男生不是很流行 穿那種比較長一點的短褲 然後裡面配那個LEGGING Oh my God 其實他都沒有看得到 那是一種Fashion 不要說Oh my God 這真的很好看 我們覺得很潮 好看 結果他去到了那個餐廳門口 就被那個代位的先生就在擋下來 就說不好意思 你這樣子DRESS CODE不對 你一定要回去 他是短褲啊 他就說 然後泰山走進去了 那他就說你這樣是運動服裝 對啊 像我家那邊 我有一個朋友他有來過我家那邊 然後看到一個餐廳的門口寫說 我們也有自己的DRESS CODE 他門口寫說 請你穿上衣跟鞋子 有人不穿衣服跟鞋子嗎 有 所以褲子不用就對了 一定啊 褲子不用 至少會有褲子 但是會有一些男生 就是可能天氣太熱 他就直接脫了 這當然啊 No shoes No shirt No service 對啊 對 這在法國有的時候也會這樣子啊 西班牙也會這樣子 也會這樣子 在一些沙灘的城市 海邊的城市 海邊的城市這樣子 但其實加拿大出國也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DRESS CODE 因為我們隔壁就是全世界最討厭的國家 美國 美國 阿拉斯加爾 哈哈 就是美國 阿拉斯加爾也是美國的 真的你覺得我現在我敢去中東嗎 敢去墨西哥 敢去南美洲 去不了啊 有個牆壁 對啊所以我們去 我們就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是加拿大人 所以我們會穿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都講英文 很容易被 被誤會 我們是加拿大人 然後如果很熱的話 沒關係 裡面還有 多了多藍鳥 我愛帽子 我是加拿大人 OK 這個這個 不要看錯 這不準 美國也有在賣這個啊 台灣人很愛買名產 怎麼了 一定要買的 中別是說不是你買 是叫我買 哦 說什麼 我乖要去哪裡 欸我 真的之前去日本那什麼 然後因為很紅的那個 那個薯條三兄弟嘛 然後去什麼倫敦 還要買巧克力粉 還酒嗎 那種香水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一直都要買東西 去我們去越南 那一堆朋友就說 哦 越南咖啡好喝 要記得幫我買啊 什麼的 然後現在 現在這個社會 網路上 跟台灣到處都有一些店 都可以買這些 你不用真的跑去到底 所以先我要去瑞典 你要叫我買什麼 你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 瑞典有什麼可以幫我 瓜哥 一定要幫我買嘛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硬要問我 瑞典有什麼可以幫我買 大哥老公回來 瑞典男生很帥 而且整個話題跟你聊啊 所以瑞典可以買什麼 你看啊 就說什麼都沒有 我不要幫你們買什麼 去杜拜的那個機場 也會想說 大家都講那個什麼 紅棗裡面加杏仁那個 很好吃 我就買了兩盒回來 後來回到台灣回到家裡 整個行李一打開 我為什麼要買這個 這兩樣是我最討厭吃的東西 還結合在一起喔 可是你就會覺得 你不買好像 沒有去到這個地方 大家都在買是不是 對啊 當下很想買 你自己買就無所謂 為什麼還要叫我買 對 這個才是問 不好意思 瑞典 我每次出國的時候 教我買東西就是你 謝謝 哦 對 不敢怎麼樣 每次出國 我們都記得幫我買 他前天也跟我 這個我還了解 因為這個只有在那個 只有 一些在日本賣的東西 賣得到嘛 對不對 他還教我在日本 買PS4的遊戲 電動 台灣人買得到 沒有 台灣賣不到 因為我要日文版 日文版台灣沒有賣 那其實台灣人還有一個 不管是出國還是國內旅行 台灣人就是旅遊最愛敲門的人 蛤 有禮貌嗎 有禮貌嗎 每次都在敲門 然後每次我跟台灣人 萬一裡面有人怎麼辦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什麼 對什麼看不到另外一個世界的 一個人 很禮貌啊 妹子 不管是去哪裡 去泰國 一定要去敲門 在Check in那邊 然後去高雄 人家都是說在飯店進去 要先敲門 真的 一天到晚還一直在敲門 敲門 這是尊重 沒有遇到奇怪的事情嗎 對啊 因為你晚上被壓的時候 你就會很後悔 你就會很後悔 你也沒有敲門 難道你敲門他就不壓你了嗎 我常常被壓的我覺得滿舒服的 沒有 這樣還是 要跟人家智慧一下嘛 對啦 我也會敲門 這個就是入境隨俗嘛 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你出國在外呢 你只要做好功課 絕對可以高高興的出門 但是你澳門跟香港 有什麼好做功課呢 那一次要做功課 你到底什麼時候 要走出這兩個地方 我很快會走出這兩個地方 可是那邊真的也要做功課 因為有的時候 像這一次我們是這個 過年那個期間去的 去有的店真的就沒有開 去很多次 但是每次去感覺都不一樣 你是不是已經刻名字在上面了 我沒有刻啦 那是古蹟啦 那怎麼刻 歡迎回去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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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也會去那邊看香港的電影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阿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